《三十七个修法》 讲的是三十七个修法吧 观修天人的痛苦 观修天人的痛苦也是先故意发心 然后想到我们如果转生到天界里面去 也没有快乐的 天界里面分欲戒 无舍戒 还有舍戒 欲戒的天人他们都有一些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也会有改变的 最后会出现死亡的 死亡的时候通过神通能观察得到 前世的因缘已经灭尽 然后后世转生到恶趣当中的情况也是一目了然的 在七天当中特别的漫长 天人也是特别特别的痛苦 就像世间的鱼放在热锅上一样 辗转翻身特别痛苦一样 欲戒天也有这个痛苦的 如果是舍戒天和无舍戒 虽然也是片刻有一些快乐 享受一些禅定的安乐 不明显一些痛苦的 但是他们的善业 逐渐逐渐穷尽以后 也会感受到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转生到天界 我将来做生田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 但这种也是不合理的最终不能超离痛苦的 全部都是感受这样的辛苦或者变苦的 因此我们要心里面想脱离六道轮回 一定要获得最究竟的 永无改变的解脱的快乐 而且这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希求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出离心很重要 出离心不但是今生的一切 刚才所讲的一样 人间的地位 名声一切的追求没有什么意义的 甚至我们来世往生到一个天界 往生到一个快乐的地方也没有实在的意义 一定要完全离开三界轮回才能获得真正佛和菩萨的果位 大家心里面这样观想 心清净下来 然后心里面这样观想 最后今生来世的一切世间有漏法都不会贪执的 唯有的希求就解脱 就像监狱里面的人他不求他当下的监狱里面的生活 除了这个监狱以外的其他监狱的生活他也不希求 他完全的目的就是一个十方 所以我们也是应该三界轮回当中的解脱 我刚才说为什么很多人都是不修出离心 不修来世的解脱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遇到过很多寺院里面的人他们修行只是作禅 光作禅有什么不出离不行的 不出离的话你还是毕竟变成天人的禅间一样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目标搞清楚下面大家一起观修